我的柜台是客户眼中的海上浮沫 请问 有什么能为你服务呢? 为什么我老婆可以做冰霸博 没问题 我爱将喜求贡献 你慢慢来 半年靠岸 台阴人寿一直都在 以安心、可靠、诚信、稳健为本 尊重多元、关怀弱势 因为台阴人寿我不再漂流 以上广告由台阴人寿提供 哈喽大家好 欢迎收听你好 我是战女小红 今天主题是 媳妇的大坎过年要来了 而且还放十天 到底该怎么办 真的没想到再过两个礼拜 就要过年了 到底为什么今年过年 这么早又这么长呢? 对媳妇而言 过年就是苦上加苦 现在呢 每个媳妇的心里 都会唱颂着 每条大街萧香 见面的第一句话 就是kissi kissi 但那是以前的我了 现在呢 我已经活出真我 但我是黑媳吗? 好像也不至于 我只是已经熬成媳妇精了 今天呢 就要和我另外一位 她早就熬成媳妇精的朋友 来给媳妇们 一点温暖的鼓励 那你如果觉得 这个主题好像很熟悉 好像有点记事感的话 不要意外 因为我们去年也有讲过 而且来宾也是她 让我们欢迎千年的媳妇精 任其宝 大家好 接下来就是 你是黑生老妖吗? 大家好 黑生老妖的 她最特色是什么? 是什么? 是 不男不女 是舌头 接下来就是听到舌头 很开心的共产师 哈喽 大家好 你要说什么吗? 新年快乐 OK 好了 首先 人气报 你过年有安排好吗? 要做什么? 过年 没有 过年我就是已经讲好 就是一年 对啊 我记得你是做一休一 对对对 一年 一年在台北 一年去台北 你到底为什么不能对着麦克风讲话 因为那个线 它一直揪在我旁边 那个一年去台北 一年去台中 听说你今年是台中年 对 今年是台中年 但是通常在过年前 我都会有一些前置作业 比如说12月就会忙着 他想要订餐厅这件事情 想必大家也都会 就是过年 厨夕要在那吃 那像我 如果我要回 我要回去之前 也会跟我爸在小年夜也要吃 就是从小年夜就开始吃 厨夕要吃 你订了什么? 今年我订了牛排 哪一间? 我今天今年跟爸去吃莫尔顿 因为去年要吃莫尔顿的时候 他没有打针的人不能进去 所以我被拒绝了 我听说 而且他也没有告诉你 对 是我打电话就问 然后就 那就没有办法 交了定金 就只好后来就跟老公去吃 结果在莫尔顿 我们大吵架 为什么为什么 我好想听 好烦 虽然跟主题无关 大家想听吗 我整个 吵极 但是为了什么事情 吵什么呢 吵什么呢 我忘记 这好像是 诶 真的是要到 莫尔顿有什么好吵 从好像开车的时候 已经不太高兴了 要出门就已经不太高兴了 结果到了时候 就是他又一直 在给我白脸色 所以虽然拍出了 好像还不错看 101 与101合拍的网美照 但其实那时候 气氛超僵的 然后就两个整个过程 就是牛排上了 就是直接吃 吃完了以后 然后那个 就直接取车 直接回去 回家 然后回家 马上大家 不然你要期待什么 就睡觉 取车不回家 你在期待什么 对 没有通常可能 期待回家 再大吵一次 那时候 是为了情人节 还是什么 反正就假日 节日都会吵架 还是为了要把 那个定金用掉 所以是 对 应该就是情人节吃掉 他本来是叫我生日吃掉 结果我们就情人节去 就在路上 不知道一塞车 还是干嘛 就吵架了 所以三姐千万不要出门 好不好 不要出门 也不要搞一个什么 感觉今天是一个什么 大的 就越频繁越好 这样子 我们为什么要 调到不同的主题 我明明就是要讲过年 我今年过年 因为我每年过年 都得回婆家 所以呢 我大概在 我去年 太晚订饭店了 所以我后来 没有订到我喜欢的 然后呢 就刚好去年 因为就是今年 2022年 因为疫情的关系 我后来也没有回去 所以今年 我大概在11月多的时候 我已经就先订好了 高雄福华饭店 然后我过年 每次都在饭店过 其他事情我就不管了 反正我就不住来婆家 不然呢 工程师有什么 过年的计划吗 去寿山看猴子 对 你知道我们每年 去高雄啊 你去 你回台中过年 有没有既定的行程 没有 我其实待的 就是一直都在家里 就是初一 好像大家一定会去 庙里面 走村 然后所有人 安和 那叫什么 平安灯 光明灯 光明灯 跟太岁 然后每个人拿了福 然后拿了面线以后 全部的人 再去彩券行 买了彩券刮完 然后就会 买饮料回家 然后大概 整个过年 会在 就是婆家的行程 我会出门的 应该只有这一次 我们以前也是这样 这个 但是后来开始 我们就会自己 找事情出去 可是因为高雄 到处都是人挤 过年的时候 到处都是人挤人 所以我们每年 都会去那个 山上看猴子 有很多猴子 寿山 那不是寿山的动物园 寿山 柴山 它山上 其实都有一些 那个海产的 那个 叫什么 吃的那个叫 景观餐厅 有吗 对对对 真的吗 我不知道 可是我们每次都上去 然后就看路边的猴子 我每次都问我 你在哪 我在海市 山盟 那家店叫海市山盟 对对 他们都会 都会 都会取一些那种 特别的名字 这很棒 我在海市山盟 在放山 你又海市山盟了 好烂 你又 反正就每年过年 好像都做差不多的事情啊 然后不然就是 我们在饭店 月久久回去一次啊 对 我一定会去博二 博二特区 对不是你的 不要乱想 好不好 大家想到什么 博二还会有什么 不要再重复 因为博吧 博跟二啊 又博又二 对 又博又二 超乱 很烂 OK 你讲出 连公司说 翻白 你凭什么来评论 我的 好笑话 你说 够了 好了 我们在网路上找到 去baby home呢 有统计出来 媳妇最讨厌过年几件事 身为媳妇金 我们就来告诉大家 怎么面对吧 第一个呢 是大扫除 人气宝你需要回婆家大扫除吗 没有 我也没有 我也没有 据说我们以前要 但是我们近年来都很恶劣 因为那个除夕那天 其实比较不宰车 所以我们都除夕那天才会出发 然后我们真的到婆家的时候 其实就是除夕的晚上了 结束了 这一切已经结束了 已经被打扫完了 没错 而且我有点不太 因为家里平常都一直在维持 所以就也没有什么 特别会有大扫除这件事情 而且我是跟我爸一起 所以男生更没有这个概念 所以我从小到大 对于大扫除没有什么 所以你从来不会过年大扫除 都没有什么印象 然后结婚后 然后我也男生也不会主动 我也不会特别这样子 然后我有发觉 我朋友开始会在过年前 订那个叫什么 就是订一次柠檬清洁 对对对 他就是我今天怎么 还是抢不到什么 对对对 我才突然赫然发现 原来我每年的尾牙 都抽得那么烂 是因为我没有好好的 清瓦斯炉造神不开心吗 跟那个无关OK 所以这几年我就会要求 赶快去给我洗瓦斯炉 要把它洗干净 我们节目播出以后 你才想要去订清洁 已经来不及了 来不及了 好像我朋友不知道是半年 还是半年前就先订了 对都是这样子 所以不行好不好 大扫除 就过我们都 现在今时今日都没有人在大扫除 还有第二个是包红包大师 写金额拿捏不定想破头 我以前会想着那个 后来我都反正工程师家的 亲戚比较多 我们家亲戚超少 所以我好像没有什么烦恼 红包问题 可是我都会帮他 带一些红包袋去高雄 不然他是连红包袋都不会带的人 对啊 红包袋 我觉得有时候真的是 我还喜欢换新超 变不出来 你会换新超吗 会啊 我们都会跟公司换新超 那你觉得包给小孩 应该包多少 我小孩一律从小到大 全部都是包一千块 红城师你都包多少 就没有通膨啦 我好像也是 你也是 我忘了 我没有在意 就一张 也没有一定要换十张一百 不用 就一张一千就好 可是因为后来有点不好意思啊 因为就是自己有小孩 别人不见得有小孩啊 这样子很烦 好像带着小孩去换红包 你们会去跑去找谁 我们不会 可是有时候会跟事前 会先跟朋友见面 然后我觉得 有时候为了避免尴尬场合 我就会先告诉大家说 大家都不要包红包 反正大家都有小孩 但没有必要这样交换吧 对不对 可是交换 那是 其实可能就是 只是讨了一个 让小孩有一个过年的气氛 我又不会给他们 反正我是觉得朋友 你连气氛都不给他们 对没错 你不要想要拿别人的钱 跟爸妈的钱 你长大自己赚 对啊没错 可是我觉得这样很烦啊 因为你只是过个场 我前几天拜托人气宝 帮我卖包包 结果我包包里 捡到六个红包 里头都有一千块 而且我严重怀疑 里面有四个 有四个 两个是我的 没错 你看人家给我红包 我也没有花掉 我都放在包包里面而已 我放在包包里面 对啊 我觉得这件事情 其实有点麻烦 大家可以 可是我喜欢换新超的 对啊 我也会换新超 我觉得新超 我们都会跟公司换 然后要连号 我都会数好 对没错 没错 我们是多少的 在这里 而且如果要包 我会喜欢包一百块钱 因为是红色 看起来很好看 是这样 又会比较厚 我都一千 反正就是好用啊 你觉得包给爸妈 应该包多少 包给爸妈 应该是 手头紧跟手头 好那紧的时候多 手头紧的话 可能就一一二吧 对啊 你知道工程师 他有一次 抽到包三千六给他吗 我说你四十岁 三千六 你拿得出手 那真的是新意 他真的是完全一打开就 哦这是新意 这种 这种 没有 他是很贴心的 这个新意是什么 你知道吗 他包给他爸妈三千六 然后他因为过年嘛 大家就 哦新年快乐 然后除夕 因为像我们在台中 有一个 就是在我老公那边 是会有 会有一个流程 就是 哦除夕 新年快乐 然后大家就开始 孩子啊 孙子啊 一起排队 然后都开始包 包给父母 包两包 父母 父母完以后呢 然后之后 在这前五分钟 大家十分钟 大家会突然消失 嗯 因为兄弟姐妹 哎你有没有那个 你现在有没有六百 就大家会 哦 在看 哎你红包红包 然后所以兄弟姐妹 全部都进房间 然后突然就开始 哎 有一个主持人进来 进行一下 哦要来包红包 然后大家就排队 给红包 给完红包以后呢 大家就可能 又开始可能 在收什么东西 然后后来会发觉 父母消失 嗯 然后父母消失以后 好烦哦 父母就会出现 哎 哎 哎 然后再把 就会再把红包包给孩子 所以大家心照不宣 消失人在干嘛 对 那一定是这样 那所以 他这个心态 心情就是 就是 我现在包三千六 那个三千六 又会再回来到他身上 那像我们的是 假设我是 一万二或两万 那父母还要在另外 在里面 还要再分成三千六嘛 嗯 再包个一时一时 再回来 这样子 那他其实贴心 你讲的太复杂了 对啊 我都要失神了 他是贴心说 让父母不要再分装啦 可是三千六 直接原来那一包 再还给我 就可以了 哎 可是四十几岁男人 包三千六 有点也说不过 王好姐 你这么年轻的人 你觉得三千六可以吗 对不对 那三十几岁人 我都包个一万多块吧 对啊 三十几岁人 都会包一万多 一万多 对啊 哎 那我问你 你们会不会觉得 比如说 那你包给人家喜酒是多少 你包父母都三千六 他没朋友 你忘了 也是 他也不需要 对啊 那真的是他最高标吧 哎呦没有给我朋友 那你包给别的朋友的小孩多少 我们刚刚是一千 他没有朋友 就跟你讲他没有朋友 你们都没有让他讲话 对啊 又不是 哎呦 那那个 有这么一回事吗 我真的都没有印象啊 因为他没有在管这些 哎那我问你们 因为人喜宝是独生女 你有没有想过 比如说你有哥哥 然后你哥哥包三千六 那你可以包比你哥哥多吗 哦 他们家也会 对会不会有这种 会巧 会问 你会包多少 哦 他们会先会问 那如果哥哥今年手头紧 哥哥只包三千六 所以弟弟就主要包两千八吗 没有 一开始他们可能真的有巧 但是每个人的工作 真的是不一样 嗯 那可能 你可能三十几岁 大家可能工作差不多 二十几岁差不多 因为大家都可能正在 努力工作的阶段 可是可能到了三十几 或是有创业的啦 嗯 有时候会手头紧啦 或者是说 你这个公司待很久啦 年终年终越来越多啊 或是升官了 到三四十岁的时候 可能就会 薪水每个人的差距 可能会就会有点不一样的时候 大家那时候 可能就已经巧好了 大家各包各的 哦 就不会在意 我有想过 但是下面有一次有讲 就是说他 反正你大家就 就不要管说大家 你怎么包的 每个人都是心意这样子 多也是心意 少也是心意嘛 哦 我对于金额这件事情 很难捏不住 可是我大概 我觉得包给妈妈 可能都要上万吧 对啊 包给长辈 好像需要这样 好吧 那第三个呢 最崩溃的事情 就是拜拜一世 既平凡所想到就累 人情宝看起来 根本不关这些事情 对 对真的 其实近年来 拜拜事情我没有 我妈已经有点简化了 她就想说算了 过年就吃个火锅 也不用认真拜拜了 你妈拜祖先吗 家里有 我妈以前 有桌 有神明桌 以前会拜 然后呢 也有神明桌 后来我爸走了 以后我爸就说 算了年轻一辈都不会拜拜 他在走前就说 我们把所有的那个 牌位什么都 都拿到身上去放 大家也不要拜拜了 反正新一辈也不会拜拜 何必这么辛苦呢 对所以呢 我妈也不强求 所以很OK 那可是我婆家 其实是会准备很多道菜的 拜拜好像要准备 几道菜对不对 有规定我不知道 好像有 我只知道一桌 要三生嘛 要三生 然后会有一些 反正要几道 然后呢 还要拜 他们还会拜地鸡主 然后所以呢 他们还要准备鸡腿 再拿到另外一个人家去拜拜 他哥家有在外面的房子 然后就还要准备 另外一套 去别的地方拜拜 哇这个真的是很 有很多规矩 对而且他会一直点说 几道了几道了这样子 我觉得好累哦 长大以后 我应该比较会守开工 公司的开工 要准备什么东西 自己家里的准备什么 我自己都不知道 有可是你知道 有很多家庭 是媳妇要负责这件事 我以前的保姆 是一个就是 他说他婆婆要拜拜 他就要准备所有的 好恐怖 东西 所以我家有时候会有一些 现成的东西 然后给他 他就会非常开心 但现在我现在发现 那个 有一些可能也会比较 让媳妇比较轻松的是 像我们看 可能就会去新东洋买 他会有三升 他就有三升离合 对 就一次买到三升 网路上其实是 就先订好 这样子 对对对 所以他还是要就是 利用网路 一定没有 一定要吃你亲手煮的啦 没有可是有时候 就买定了定 有没有有的长辈不喜欢 他会喜欢用自己煮的 他会觉得买的东西 浪费钱 不会啊 都吃下肚 我拿一张 对啊 没错 所以其实还好 我觉得要不然 如果真的不行的话 你就比如说 有一些是你的拿手菜 比如说像 像我老公家 他们一定要吃 妈妈喂的常年菜 或者什么的 那这些就是妈妈组合 其实 其实我觉得过年 其实我觉得孩子大了 你也不会进厨房帮忙吧 对 我不会进厨房帮忙 但是 我是属于那种 我希望越来越简单的原因 不是我不想做 而是我不希望 因为过个年 或是我偶尔回家 我会是发觉 我妈很忙 所以我都是尽量都能 能花钱了事这样子 因为我希望 我的出现 是可以让你轻松的 而不是让我出现你更忙 可是说不定她开心啊 是开心啊 可是就已经上了年纪了 一直在忙活这种事情 我婆婆都会那个 我都会站在厨房帮我婆婆 就是站在旁边 帮她递一些东西 因为我觉得不帮好像不太好意思 一方面也不想带小孩 要不他们就是说有几道菜用叫的 比如说比较难的 大家不会叫什么佛跳墙吗 比如网购佛跳墙 几道菜 安生弄一动 然后几道是婆婆的拿手菜 还有下一个是公婆干涉孩子的教养方式 这题人气宝没有感觉 我也其实没有什么感觉 因为我是不管人家干涉我的 我不要就是不要 我跟你讲 你讨厌别人干涉你 是因为她说了你就做到 另外一种就是说 我觉得她可能是在那个 无法隔绝紫外 无法隔绝干涉的这个 这个环境内 我还好 她如果一直真的是神出鬼没的话 你真的也会觉得 无法隔绝掉 阻止她 我婆不太会 反正我婆不太会管 因为你够远 我妈还比较会管 然后我就会骂她 所以其实这件事情对我来说不是问题 可是呢 还有下一个是和婆婆长时间相处 受不了婆婆碎碎念 我们前几天访问了一个心理医生 她就说过年前很多媳妇已经开始加重药量 对啊 因为想说要过年 我有好长一段时间 我对于过年前我很焦虑 为什么 其实我没有什么事情 但是因为就是 你不想要回去而已 不习惯吗 我就觉得不是我了 为什么 因为我只是要 我是媳妇 我不是 我不是 我不能做我想要过的年了 我就是因为 已经因为结婚 叫你几号去干嘛 几号要去干嘛 初级要干嘛 初二要干嘛 初三要干嘛 就是这样的 等一下 工程师想结婚 你坏了她的心头 你刚想结婚 没事没事 我不是我 那我是谁 可是不都这样吗 我懂啊 我懂啊 对啊 所以是对于那件事情的焦虑 但你说什么 可能真的 可是你不觉得这些事情 现在越来越淡了吗 对啊 对啊 没错 你现在所有事情都越来越淡了 所以我才十年多后才讲一件事 不是很多人在抱怨说什么 现在过年都没有年位了吗 对 的确是 商店都会开 我们小时候过年的时候 商店都不会开 现在以前没有7-11 对 我小时候是不是没有7-11 反正过年一定会买不到东西 然后过年就是真的 对都黑黑的 对 一群人在家里忙活 然后台北市都没有车子 就是车子全部都可能去南部了 然后路边停车阁都空的 百货公司也都没有人 所以相对像都市的小孩会比较 对于过年会比较贫乏一点 对啊 像小时候可能都会去什么 比如说什么奶奶家 或者哪里是乡下家过年 然后才会有一些什么杂货店 什么干嘛店 你才会跑去买一些什么的 买泡 一直放冲天泡 对于现在的小孩比较 没有年位 你没有年位是因为就是 他们没有这些东西 那些习俗的东西也都被省略掉了 所以你也不会吃到一些比较 传统的东西啊 比如说 比如说 就是比较传统的东西 你说 比较说什么花柜啊 或者是什么什么什么你知道 花柜是过年吃的哦 我只是举例啊 我也忘记 我也不觉得过年有吃到这个耶 有啦 过年会吃一些比较特别的 年糕吧 或是一些 然后发霉 或者是一些传统的零食啊 那个圆圆的年糕啊 放在工作上 它就会发霉 长出绿色的美白 安菇柜嘛 然后妈妈就会切掉 继续给你吃 这不是过年的传统吗 就过年 那也是拜拜啊 那也是拜拜的 你怎么都只是想要坏的啊 有很多很有趣的啊 你说 像你刚才讲的啊 放烟火很有趣啊 我高雄有非常多彩券行 高雄彩券行的密度 就是呱呱 那是现在啊 以前根本就没有啊 就我 你知道我有一年去 我好像结婚第一年 因为太痛苦了 我就是觉得去婆家 我不知道 不习惯在别人家过年 然后呢 工程师又带我出去买彩券 然后我们那个晚上 我要两万多块钱买彩券 然后都没有中 你知道一个人可以背到这个程度耶 去年跟我妈在彩券行 坐了半个小时 就是刮了再换 刮了再换 就是一直中啊 但是一直中小的 就一直换 中一直小 我的方法是 一次就买一排 嗯 买一排完 就换另外一排买 就一排一排买 那你总会重一点 然后再再换再换再换 就加码加码 一直买一排 让我妈刮个手 到最后我妈 手很痠 然后我们全部 你的做法就是 在数学上 期望值就是负的 所以总一定会输到零啊 一定会输到零啊 但是就我妈开心啊 然后身上都是银粉 但是你说输到零 它其实 它到最后会趋近于 就是小培 哦 对 不会 不是一个人民 那就是我大培 不管 还有过年 大培 过年会有洗不完的碗 没错 可是呢 对我来说 你现在也没有了 不会 我会啊 我在婆家都会洗完 而且我还会戴一双手套 和自己的菜瓜布去 因为婆家菜瓜布太柔软了 已经没有摩擦力了 我很讨厌没有摩擦力的菜瓜布 然后我就会去婆家 一直洗碗 放着音乐 然后我不想坐在客厅 跟人家聊天 所以我觉得 客厅没有人啊 有明明就有 你们全部都坐在客厅 然后都在看电视 或瞎聊 然后我就宁愿去厨房洗碗 所以我觉得洗不完 还不错啊 还有准备全家人的年菜 就是 就是我刚说的 有西西夫得做这件事情 还有吃不惯婆家 年夜饭 口味不合 人气饱 很有感受 人气饱是一个 对吃非常机外的人 对 没错 反正菜色其实就是 真的很一般 非常不错的大家常菜 但是都刚好 都是我不吃的 对 你刚说什么 大蒜 有大蒜的 我肥肉的 有海鲜的 就过年会吃的东西 他都不吃了 就我都没有吃 对 你不觉得 你不觉得中式菜色里面 几乎每道菜都会加大蒜吗 对啊 其实是这样 而且我跟你讲 其实事实上 就是所有的妈妈都是一样 如果我现在讲出这些东西 我不吃的东西 所有的妈妈 连我自己妈妈都说 你真的很讨厌 我不知道怎么煮饭 我没有办法煮菜 不会煮 没有大蒜 他不会煮 他没有办法 办不到 我觉得我婆家菜色 非常不合我胃口 然后我就会假吃 而且之前 我公婆 他们是会帮人家夹菜的那种人 我根本非常讨厌 别人帮我夹菜 你知道你为什么 要你的筷子夹菜 你接了吗 你接了吗 他会直接放我碗里啊 没有 我跟你讲 我当年就是 他已经举到空中 要我接 我不接 你真的很恶劣 我就说 不用谢谢你 我自己夹 可他会直接放我碗里啊 我不接啊 那你要怎么不接 你盖住吗 我真的手 我真的碗不伸出去啊 我就说不用了 谢谢 你超没礼貌 我自己这样子 我就一直笑着啊 不用了谢谢 我自己夹 我每次夹菜给我儿子 然后我儿子不 你也不要当那种婆婆 我就用公块 然后他碗不推出来 我就会骂他 对 我就真的不接啊 我就真的不接啊 你这好恶劣哦 然后一次 然后如果 因为我碗没有出去 你放不了啊 那他 因为他跟我有点距离啊 老公一定是在我旁边嘛 那他 老公就会赶快去接 他就 他会自己 他就送回来啊 就说 那我真的好喜欢吃这个 哦 那我们 那是因为他喜欢吃啊 我们要直接跳到下一题 那个老公会在旁边 直接讲说 没关系啊 他自己夹啊 要吃的人自己夹 我们下一题 就是在讨论这件事情 我们都是结婚十年的老媳妇了 然后呢 你还记得第一次去婆家过年情景吗 因为我记得的 其实就是呢 公婆会夹菜给我 但我不想要吃 然后他们就会一直说 二嫂怎么都不吃 这样子 我觉得 其实我后来觉得他们只是 因为我是一个外人 他们就会一直照顾 对 他们就一直想要照顾 他不是有坏心 一个新人来 对 你一定很忐忑 这样子 那我就不想要吃那些东西啊 所以如果最后他们给我 我就会偷偷倒在我老公碗里 我也不偷偷 我就直接夹过去 然后我的嘴巴好像一直维持在动 像骆驼一直在绞口 一直在动 就会让他们觉得说 我有在吃 因为这样他们也不会 就觉得说 我为什么一直坐在那不吃东西 我会吃很满 而且跟我们玩很小 而且没有我吃的菜 我是从台北带泡菜过去 你说别人做一桌年菜 然后你吃自己的泡菜 然后就会有一盘小小的泡菜 然后那个老公去做 那个有自己带泡菜啦 这样子 然后就放在我这边 因为其他所有地方 我一道菜都不能吃 我是泡菜配白饭 你婆家所有的人一定觉得你是个讨厌鬼 那你知道泡菜加了很多大蒜吗 我是买素泡菜 你不知道我是另外特别买的 你婆家所有的人一定都心里想说 你是个讨厌鬼 我是个讨厌鬼 而且他们心里想说 嫂子竟然不回来送那口吃 到底没有 所以大家其实有时候真的是 虽然有人吃跟你不一样 真的不要太 就是放自然的心 不要去 不要去想它 你为什么不吃 对对 你为什么不吃 你吃的很少 就是一直观察别人 其实就是 其实也要 其实这件事情 你在训练它说 你就是当做你自己 我们不是客人 好啦 我们有点像客人 但是你就是自然的 大家吃饭 就是吃饭 看电视闲聊 吃饭才是我们聚餐的重点 而不是你一直观察别人 这个人吃了没 你要吃多少 你不假 你不不假 我饿了 我会自己吃 你真的不用担心 因为我们都是大人了 而且人家 就算夹菜 我们也会自己夹 我不是孩子 我们的 我告诉你 每一年除夕 我们有三个人群组 就是我们以前三个好朋友 还有江姐 我们平常也不见得 会密切聊天 那我们除夕都聊得很密切 我大概就会在四点半 就说我已经吃完年夜饭了 对 然后我们就说 怎么这么早 然后大家就互相照年夜饭 然后再讲说 婆家的习惯 我跟我们都不合 其实习惯不合不是错 但就不合啊 就是口味本来就不错 因为事实上 那每个人都不一样 我跟我老公吃的东西也不一样 我觉得好棒哦 结婚前我就觉得好棒哦 因为你不会跟我抢菜 我看你结婚前什么都棒 结婚后什么都不对 结婚要看什么场合 对 有时候不抢菜 那你现在吃的不一样 我叫Uber都凑不到199 也很烦 对 我们也衍生到什么 衍生到另外的婚姻一体 怎么样都可以讲 你有在婆家受过气吗 这题好难哦 你有吧 我怎么记得你有 谁会给他记受 不是那种气啊 其实你就是 是自己那时候 媳妇一刚开始的敏感吧 比如说 哦真的这样 哦大家好像一家人这样子 然后真的看 因为这才是他们亲生二女 他为自己的亲生二女 做他们喜欢吃的菜 然后真的做出来 我一站起来一看 一到五都不能吃 可是他也不知道 你喜欢吃什么 所以这不叫受气 没有我其实就是 只是炒青菜而已啊 对啊 对啊 只是这样 那其实 只是那个时候的个性敏感嘛 嗯 对啊 而且我也会想说 我都已经不在自己家 跟自己父母过年 然后我还跑去别人家 跟别人过敏 然后一看 一道菜都没有了吃 嗯 就是 我的年夜饭是这样 对我 我第一年 是我的年夜饭 并不丰盛啊 我第一 对对对 我第一年在他们家 是这样 自己觉得的 我第一年在他们家 我也觉得 天哪 怎么会吃这样的年夜饭 其实其实是很丰盛 但是就不是自己的口味 应该是这样说 其实是自己 在不 不能 不再跟自己家人过年的那种 然后又吃到 又没有办法进去吃到 想跟你想的不一样 所以就会有点 内心一点 媳妇的委屈吧 对没错 然后我借我在厕所 传简讯给我家人 在家人的群组 然后我妈还骂我说 过年的 不要躲在厕所里 跟人家聊天 你要出去玩 然后你还说那个 什么汤不够汤 对没错 那你知道工程师家 火锅没有在火上面的事吗 对啊 他们是煮完一堆火锅 然后端到桌上 我觉得这个叫做大锅菜 在我心里 这叫做大锅菜 而且呢 最可怕的就是 他们是煮完以后呢 他们就直接把菜 都拎在盘子里 比如他煮了一堆火锅料 然后他就把火锅料 熟了以后 就全部都放在盘子里 然后加上那一锅 汤 然后放在桌上 分离 对他还分离了 料汤分离这样 对而且下面没有火 然后我因为太震惊了 所以我就赶快 传讯息 没有工程师说 他们怕汤 他说高雄人怕汤 高雄人哪有在吃 吃什么火锅的 牛老大不算吗 对 你把钢山羊肉炉饭 哪里 你说啊 而且那时候还是过年 对不对 理论上天机会比较冷 对不对 没有高雄过年也不冷 对啊 那其实不冷 就是习惯性的问题 我觉得他们家人 没有吃火锅的习惯 对只是就是 你要在 不是你的原生家庭过年 当然你会觉得 哇处处是 对 震惊跟新 新发现 新看见的新世界 对没错 那你又不是跟 那你想不想要采访一下 我在你家吃到 那个年夜菜 震惊的部分 是什么 我忘了 女婿有女婿的震惊 对啊 你有在我家吃年夜菜吗 没有 我们过年以后 每年都是回你家 没有 就是初恶回来之后 去你家吃饭的时候 我也会吃到一些 我很正经的东西 比如说 比方说 他们的牛筋 永远咬不烂 像口腔一样 对就是女儿 女人家头好啊 而且我妈妈都没煮 直接上身的 对她喜欢硬的 然后她就卤到一半 都先捞出 把我的分身捞出来 然后我就想说 天哪 这个东西我要 我要 我要嚼一辈子 这样子 我喜欢硬的 你只要一生气 把它吐出来 丢到墙上 它会弹回来 跟平方球一样 我知道你喜欢硬的 硬的 对 没错 就是这样 就是我觉得到别人家 就是不习惯 就各种不习惯 也不是不好 就是各种不习惯 可是老公的态度是什么 第二年后来 那个我老公就带 我在外面 先吃了很多东西 然后我们才回家 你知道你记不记得 有一年我们在外面 还偷吃了鸡腿之类的 然后又去逛了夜市 然后才回家吃年夜饭 我真是个温柔的人 真的 心好难忍 我有时候会先买一些 便利商店的东西藏起来 然后先吃 对我以前 那个行李打开来 全部都是我喜欢吃的零食 要回 因为我不会再 进了这个家门 我不会再出去嘛 除了挂热之外 所以我会先买一些 便利商店的东西 然后或者是说 因为大家都很早 吃年夜饭 然后吃吃到约莫 然后喝完茶 你们真的太早 吃喝茶 吃水果 然后吃甜点完 大概约莫七八点 大家又开始要睡觉 你吃饱饭就要睡觉 睡觉的时候 就是我可以再吃 你就再吃第二顿 对对对 就是不要再 不要在长辈面前 开始煮泡面啊 或者干嘛的 泡泡面啊这样 因为我们 就长辈睡了就这样 我们有多在意吃 可是你不觉得 到了这个年纪 你已经那个嘛 不应该这么晚吃 不是不是 不是不应该这么 这些事情都已经 不会再限制你了 都已经文云淡风轻了嘛 对啊 直接这样子 你知道我近年来 我都 我不但订饭店嘛 然后后来 我会开车以后 我就把工程师 放在他自己的妈妈家 然后我开车 带着孩子去饭店 或者是最近这几年 我也会自己回去啊 你没有特别会 没有只是因为去年去年疫情 去年因为疫情 所以你才救过我们一次而已 但总之呢 我就把他放在他家 然后我就自己 开车回饭店 好棒哦 很棒吧 很棒啊 所以没什么啦 没有什么这些事情 没有你自己觉得 很严重的事情 是你自己心里的砍过不去 像我们这种 媳妇金呢 心里的砍过去 根本就什么都没有 是啊 那是因为我在台中施展不开啊 因为那个地方 根本物质叫不到 根本不送 那我早就叫疯狂叫 我在我妈那边 在高雄 我是疯狂叫叫到 叫到我妈 叫到惊动邻居吗 然后我们跟我妈吵架 然后所有人 我还躲在楼梯 偷听所有长辈 讲我的闲话 哈哈哈哈 你也超无聊 而且是你自己妈妈讲 他们讲你什么 没有 后来我们吵架嘛 那我觉得他们搞不懂 他们一直觉得说 女儿或是就是 就是晚辈来 就是要给他们 给他弄一桌 或是什么的 给他们吃饭 做的不要 结果我就一直说 我要叫外送 一直好像表现什么 这样子 然后 那我妈又一直在叫别人来 那我的意思是说 你不要再叫别人来 你煮我们几个人 我都已经觉得 你很辛苦 你还叫更多人来 你还服侍别人 对 我会觉得你在 就是你一个人 在那边辛苦 所以我就叫外送 结果这些所有的客人呢 搞不清楚 只觉得说 你的女儿在生气 然后所有人就会说 就会说 啊没有啦 他可能真的很喜欢 叫外送 他真的以为 我喜欢叫外送 结果 结果弄了半天 大家以为是因为 我不妥协这件事情 我偷听完他们 讲完我心话以后 我又默默的出现在 加入他们的话题 以后 大家就会说 他们就好像 因为刚刚已经聊好 得到共识 就说 阿宝可以啦 我们明天都给你请 我就想 我不是喜欢请客的人 你是有什么毛病 超白 就算这些事情 也是好笑 放心啦 我给你请啦 明天就是你处理啦 我就 我心想 我没有 他这么喜欢叫外送 完成晚辈的心愿 那个人 其实我没有见过两次 我心里想 我为什么要 结果他们还叫人来 让你请 对 天哪 那你叫什么 我后来 只能叫胡须章 我好像叫了 一次 一次叫了 我不知道台菜 一次大叫 因为那个 其中一个人说 想要吃鸡 鸡块 鸡条 我就 我就叫了一大堆披萨 跟冲炸鸡条 一大堆一桌 结果呢 我又听到 结果 因为那个楼梯间 真的是很好偷听 所以 我又听见 他们在闲聊 上次他叫那些 真的吃不完 我们不要再让他叫了 怎么会这样子 哪来问 你妈说 是怎么叫的 叫的到底是多少钱 还怎么 什么时候回去 就是觉得你女人 很大手笔 所以又会 在讲说 那就给你处理 又一直重复 也觉得我很喜欢请客 好无聊 那最后请你 分享一下韩君吧 是吗 永远的结尾 又来了这样 好让我打开我的表 因为之前就在那边 不记得什么 然后这只呜呜 讲不出个什么之类的 所以你很在意 你上次的表现 对 千元律师 我看了我觉得蛮好看的 可是节目播出的时候 应该早就下档 一百年了吧 对下档了 但是有些人 可能是会想要 一次追完的人 看下档的人 听说财阀家的小儿子 很好看 财阀家的小儿子 我只能说 就是他就是 千元律师 我会用 贱达出其蛋来形容骂 就是他什么 什么好笑 什么都有 那财阀家的小儿子 就是不用说 不用问为什么 就是 男主就是人帅 然后第二人生 然后兼开外挂 为先知 然后很久不见的宋钟鸡 跟 一定要看他 财阀家的那个 两个戏骨 在 李新鸣跟他对戏 那个戏感 你说什么都不知道 对 就是很会演戏 很会演戏 你刚才讲戏骨 我飘到一个戏骨 戏骨不是那个戏骨 戏骨 你说 还是美国的戏骨 会被剪掉 好 你说你说 好下档的话 就可能就是雨伞 跟妈妈可以看 就是妈妈为儿子 操碎新的武装剧 这样子 然后也是戏骨 两个就是 那个演技派的女性 然后但是如果想看恐怖的 可以看 或者办案的话 可以看 就案寻凶 然后恐怖的也可以看 命定之人 你照例是 真的是表格 然后真的真的 然后也不讲内容 所以大家如果想要知道 详细的内容 对 可以去人气宝 哈哈哈哈 挟着很大的 人气宝的粉装去看 好不好 然后这一档的话就可以 大家因为大家都在看采发家 大家都在看采发家的小儿子 所以这大家一听都知道 大概是什么 那如果是疗愈的话 可以看 什么都不想做 就是什么 夏日大罢工 那想哭的人 可以看 今天可能会有点辣 他在 想哭人就看一下老公 就是离别的食谱 有些人得绝症 那个啊 但是 我不喜欢绝症 但是我也不喜欢绝症 但是那个实在是太会演戏的 实在太会演戏 还有那个啦 还魂2 还魂2 大家赶快去看 可爱的少爷 好的 结尾说要请我们 分别说一些 鼓励媳妇回婆家 要加油的话 到底要说什么 工程师你说得出来吗 鼓励媳妇 对啊 做自己啦 要不然你鼓励 你鼓励谁 鼓励女婿初二吗 对你鼓励女婿初二 回婆家 初二不是就一定要回娘家的吗 所以女婿要跟她们 女婿要说一些话啊 你可以对女婿 你鼓励一下女婿说 要说什么 你说对全天下的女婿吗 对 不需要 她们已经是既得利益 所以有什么好讲 不需要鼓励她们啊 不然你就赢在会做 会讲场面话 对 很不错 她是不是就赢在会讲场面话 反正回婆家 就是这样习惯成自然啦 不然呢 回婆家 对 不要委屈 今年是为什么会是10天 所以我觉得 可能在之前 之前一定 现在12月 应该还来得及 赶快先跟你老公讨论一下 这12天 10天不要全部回去 对 或是去捡 去跟你老公 恰伤天数 就不要去那么多天 像我人生的 在顶端在 是4天 对 我好像是3天 但我后来 有到5天 因为我后来是发现 5天我真的受不了了 所以我觉得是4天 但是大概经过 10几年之后 我大概觉得是3天 对 我有点递减 3天之后会变僵尸的感觉 可能办不到 对 对 好啦 就跟老公协商 其实我觉得老公也没什么 有些事情 你 你不提出你的 那个需求 对方搞不好 不觉得你有需要 所以他就不会放在心上 其实你讲他 搞不好根本就不介意 要不然 对啊 我觉得以前过年 都对我来讲 都是环岛生气 大骂人之旅 台北骂人 台中骂人 高雄又骂人 因为觉得很焦躁 很累 所以其实大家可以 晚一点出发 然后更早一点回家 对 准备要上班的心情 是的 好的 那我们节目 还有一个单元 叫做比喻金红灯 又来 我们要解决王老的问题 他说小红你好 眼看又过年了 每到这时候 就开始焦虑起来 跟婆家关系不好 也不坏 就是陌生 也没打算要熟的意思 但是就很讨厌回去 完全不会想 跟一群陌生人 吃粘椰饭 他总说一年就这么一次 忍耐一下不行吗 平常我不回去都没关系 他说还真的不行 相当不自在 我已经忍耐 七年实在不想再忍下去了 即使一年 只有一次也不想 想请问小红如何 不识礼貌地 不回去围炉呢 他说婆家很重视围炉 无法用出国玩当理由 我目前只想要装病 比如上吐下泻 发高烧之类的 他说是 他是容易焦虑的人妻 可是其实我觉得 你情况跟我一样 我一年只回去一次 所以我根本就不介意 那一天回去 因为一年只回去一次 又不像你常常接触 对 所以你要以次数来讲 因为刚刚我们讲的委屈 就是说 我一年只有那一次 那一次也没有 过年就只有那一天 可是我那一天 却在这个地点 跟不想见的人吃饭 可是你要想次数 你的次数是一次的话 你就过了 对啊 没错 我觉得一年只有一次 好像没有 就算了 你只要想着就这一天 如果你真的一年 只要见一次面 我真的是非常的 你是一个 lucky girl 对 对 对 我就是啊 我现在觉得 一年只要去一次 一年就那么一天吃饭 难道你连一天 都不跟他们一起 吃一个饭 好像也不太对吧 就当作你只是出去 跟朋友吃个饭啊 跟朋友的长辈 跟不熟的人吃个饭 你家里一定有 你自己 应该就是吃饭 对 他应该也不是说什么 要相处一个月 或是一周 或是应该什么 没有很久 没错 如果只要吃个饭 对 算了 就咬着牙 就咬着牙 就过了 反正就这么一天 跟先生小孩在一起 也不会比较开心啊 没有 当然他就是想要那一天啊 他的心里 就觉得真的在过年的那一天 对于我们 中国人还是有过年的情节嘛 就那一天这样子啊 就忍 那可是他要如何不施礼貌 我不回去 我鼓励你就还是回去 但是就是 不要太 勉强一些事情 比如说像刚刚我们提到的 有一些 比如说 公婆插手 小孩的教养问题啊 或是你不喜欢做的事情 你真的不喜欢做的事情 你就叫老公去做 你就放飞 你就回去 然后你放飞做自己 对 你减少你做不喜欢事情的频率 其实你并不会讨厌 只是回去吃一顿饭啊 对啊 对啊 你只能这样想啊 是不是 就太放飞了 就一直在抖 对 然后那个公婆就希望 你下次不要回来 竟然是有病 下次不要回来 对 对啊 算了 你减少 你再大一点 你就会知道 每到节日必吵架这件事情 就觉得日常生活很珍贵 对 我觉得重点是 你要减少会让你 不舒服的事情 对 对 就是有一些 比如说你不想吃的东西 就像人气宝 他 让全桌的人都不舒服 他自己带 超棒 泡子 对 我就这样 让他们眼睁睁的 他们在吃大鱼大肉 但我一个人就是泡菜配白饭 对 但大家也都是这样子过 他们也没有怎么样 我就是要让你们自己习惯 让全桌的人都不舒服 神经病 对 这样然后就还蛮开心 因为这样 其实大家成为习惯以后 我也不是为了要让你们不舒服 但是大家习惯 就是你们 他们都在自己家做自己的 你也做自己 对啊 没错 你就做自己 真的也不用太过 对 对啊 你刚刚有问说第一年 第一年我整个四天五天的都是绷紧的 然后也没有洗澡的感觉吗 就洗澡 我会觉得就是所有的神经是在随时随地都是绷紧的 工程师家水压很小 我讨厌在他家洗澡 我也是 我还洗到冷水澡不敢吭声 你知道我结婚那一天 好可怜 我结婚那一天 冬天洗到冷水 他们家洗澡洗到枯 因为水压太小了 然后新娘头很硬很硬 我都冲不开 然后我就哭了 对 所以嘛 我真的哭了 就是这样 崩溃了 就是崩 精神战士精神 洗澡的程度精神上就崩溃了 我也会在 比如说在淋了联盘头 我为什么会在这里 然后就哭了 就觉得 然后八点挡 然后分不清楚 分不清楚是水还是泪 对 这样的我们也变成 而且你要咬住手指 因为那个外面就是客厅 你不能哭出声音 你要咬住自己拳头 好奇怪 为什么要咬拳头呢 很多人就是戏剧上的表现 都是咬拳头 不让自己大叫 大叫出来 你有好建议吗 咬拳头 有好建议就不要插谎 什么东西 感觉咬拳头 好像是某种才艺表演 对 反正你看 这样的我们也变成 媳妇精了 多过年就 前几年就要拳头 对啊 让别人不舒服 要不然就是给你老公拳头 那怎么办 对啊 没错 不然怎么办 我也会在他家摆脸色 不然怎么办 过去就过去了 好不好 那各大平台都能说 你好 我是詹运小红 不管我们固定收听 都请订阅关注 还订阅我的podcast 请大家有人为留言发问 我们的皮革轻松 除了我以外 还会有特别来宾 为大家解决人生的大脚疑祸 今天就谢谢人气宝 不客气 还有谢谢工程师 谢谢大家 下礼拜见咯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